来关心财经消息 地宫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公开募资管道的创柜版 今天正式上路 行政院长江一话说 全台湾资本额鉴于100万到5000万的公司 多达50万家 占总比例的82% 要通过创柜版的机制 来协助起步阶段的企业获得资金协助 培养更多的上市上柜公司 我们是以这两颗蛋为主軸 然后发想出来的一段故事 从主打可爱数位角色的创意产业 到生产微生物肥料的生技公司 根系可以生长得更完整 出来的果实可以更厚重 甚至陶瓷艺术品设计业者 都能登上柜买中心公开筹资的创柜版 正式开版上路 预计年底前吸引70家业者挂牌 提供资本额5000万以下的微型企业 辅导和筹资管道 可以推动整个台湾地区 中小型企业还有创意产业进一步的发展 经管会去年年底提出专案 鼓励银行增加对创意产业放款 三年内融资额度 从1800亿倍增到3600亿 并放宽保险业投资文创 引入超过兆元资金 加上创柜版以及下周文创类别也将挂牌上柜 渴望扩大募资管道 它一定会变得更好 只是说我不希望它是一种浮夸的脚步 它我们沉静的一步一个脚印来做 我们一步一步的把产业的调查 把基础的研究 把数字的管理 一步一步把它做出来 龙英台表示 文创产业并非今年做 明年就能看到成果 还要从无形资产建价等基础工程 一步一步建立起来 新唐人亚太电视秋天喜 陈正祥 吴博轩 台湾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